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丽子频道 那咱们今天视频主要来聊一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条就是根据以往的这种历史经验 那么咱们来分析一下这种降息的时候 降息周期开始到结束对于美股的一个影响 那为什么研究美股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比特币目前跟美股的这个关联性是非常非常强 那么我们通过对比降息周期开始 美股的走势来推测一下 降息周期开始然后比特币的一个走势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咱们来结合一下K线指标 来看一下2019年那一次的小牛市跟本次的这一次的 不管你怎么叫吧这个牛市来对比一下 来预测一下 那这一次如果说继续下跌的话 那么比特币的底部到底在什么位置 好,那在本期视频开始之前呢 咱做一个免责声明呢 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如果说你对于比特币以及其他的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 千万不要轻易的投资 那如果说你想尽快的了解这个行业并开始赚钱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加入我的会员群 那我的会员群在YouTube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有一个免费的这个电报群 那进到电报群里面之后找到群主我本人 然后呢,这个我是支持群或者是视频验证的 因为这个电报的片子很多 好,那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麻烦点赞 那先赞后看 好,云不断 好,咱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那为了研究这一期视频呢 我其实是偷了一次来 那我是问了XGPT 那我问他降息周期开始到结束 那美股历史上都是下跌的吗 那他给了我大概呢是三次的降息 最近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的三次降息 那么第一次呢 就是2000年到2001年的降息周期 那美联储开始降息 然后对于这个互联网泡沫啊 破灭和经济放缓 那在这一周期当中呢 美股呢 尤其是科技股经历了大幅的下跌 尽管是美联储多次降息啊 那这个是没有排除 没有解决掉它的这个下降的这个预期啊 那么2007年到2008年的降息的预期 降息的周期 那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和期间 那美联储的大幅的降息 然后呢 由于经济衰退和金融市场的动荡 那股市在这段时间内出现了剧烈的下跌 2019年的降息周期 2019年进行了几次预防性的降息 那目前的目的呢 就是应对全球经济放缓和贸易不确定性 那这一周期呢 美股的整体的表现积极 市场将降息视为延续经济扩展的举措 股市呢在降息周期中继续的上涨 好那最后他给出来的一个结论呢 就是降息对美股的影响呢 并不是一致的 那降息呢 有时对经济衰退 是应对经济衰退的措施 因此呢 可能与股市的下跌呢 相伴 那咱们这一次呢 正好就是应对经济衰退的一个举措 因为这个咱们多次讲到了 那美国现在这个经济衰退的这个预期呢 这个呼声的是越来越大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拉姆测试的啊 那就是他的这个就业率呢 平均三周的这个就业率低于平均值的话 就是就是有一个警报 那这个警报呢 就是视为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信号 那所以说我认为呢 这一次呢 大概率呢 就是降息周期伴随着美股的下跌 那因为咱们频道呢 不是主要讲解美股的这个频道呢 所以说为了了解那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跟这个美股的这个连带性呢 最近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就是美股下跌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美股下跌 比特币下跌 那这都是有一个关联性的 那咱们也都经历了 上周的差不多在 比现在这个时候再早一点的时候 那我们经历了 那比特币当天跌百分之十几二十 直接就跌到了五万点以下 那么我相信所有的人 现在持有比特币的人 甚至持有其他山寨币的人 那都想要了解一下 那未来这个比特币 到底该怎么一个走势 那么咱们前面视频已经讲到了 那是牛已经走了 那咱们要从这个K线指标上来跟大家讲一下 那大家目前所看到的呢 是这个比特币的这个日K线 那这根蓝色的线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根蓝色的线就是MA200日的均线 那这个呢是被很多人称作牛熊分界线 那目前我们来看到 那比特币的价格呢 是在这根线的下方运行 那为了对比这一次啊 那我认为啊 这一次的这个比特币的上涨呢 跟2019年那一次呢 是有点像的啊 那咱们也算是一种客舟求见 当然了 学习历史呢 就是为了了解未来啊 那咱们看一下 这一次的上涨呢 最高是涨到了366% 从最低点算的啊 好 那咱们来对比一下 2019年的那一次的小牛市 从形态上来看呢 其实我们这样看的话 是怎么看都不像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那咱们如果说用到 这个东西的话 replay的话 我们把它呢 放到这个地方去啊 把它放到 剪到这个地方 OK 那这样的话呢 咱们看起来呢 跟现在呢 是不是有一点像了 那咱们再测一下 那么在这一次的 从最低点3126 涨到最高点 一万一万零 一万三千 一万三千八百多啊 也是涨了百分之三百多啊 那跟这一次的 这个涨幅呢 是非常非常的吻合了 那么这一次呢 呃 我我把 我其实我自己画的 这几个线 其实可能会妨碍我们去看啊 那这 这一次呢 也就是每一次都是低点 越来越低 低点越来越低 所以说大家 能不能看到一点端倪啊 就是说 跟目前的这个 本轮这一次 我们所谓的牛市周期 那可能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牛市 呃 不是一种典型的牛市 那咱们上次视频 阐述过了 因为 只有比特币 创新高了 那其他所有的山珍币 都没有跟着创新高 所以说 那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典型的 一种牛市的表现 那咱们再接着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 再让它的 K线开始走的话 那么 我们注意观察 啊 这根线同样也是 牛熊分界线啊 200日的 这个日 200日的MA的线 那好 那这一根 这根大一阴线啊 这当天的跌幅呢 达到了11%点多啊 11%点多 直接就 呃 貌似是一种假突破啊 那咱们继续来看 好 这一根呢 是往上走了一点 好 这一根 跌破 好 那接着往下看 那么 就有好多根的 K线呢 是在 牛熊分界线的下方运行了 好 那接着来看 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因为这种暴跌之后呢 它通常会有一种强反弹 好 那这 这根阳线呢 就就给市场一个信心了 这根阳线直接涨了16.51% 好 那接着就是一个反弹 反弹到 反弹到什么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哦 反弹很弱 直接就又给打了下来 打了下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 呃 从第一次出现这种暴跌 那 从这个下面 线往下看 那它又跌了16%啊 16%之多 那么如果说再往下走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个反弹了啊 再往下走的话 哎 反弹还没有出现 那其实刚才的那个跌幅 还没有完全跌透啊 好 那接着 呃 完全是在牛熊分界线的下方运行了 那呃 呃 在这个地方 它试图 在2020年的 这是1月份了 试图往上走 但是哎 这个地方突破了 突破之后 我回踩 继续往上走 那么 这一根线呢 哎 呃 其实我想快速的想给它放啊 哎 这个地方呢 是到了2020年3月份312了 那这一次呢 这种是 纯属一种黑天鹅的现象 咱们是不可预测的 那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 现在的情况呢 那我如果给大家预测一个底 就是这个底部 那当然这个底部呢 呃 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你硬说 如果说硬说是上个礼拜8月5号的时候 是 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我不认可啊 因为当日的跌幅呢 并没有超过30%之多 那上一次是跌了38.97% 是跌幅 那如果说 咱们想要在这个地方 再出现这个区域来去抄底的话 也就是刚才跟大家量到的呢 就是再跌个20%左右吧 那从 呃 咱们把这个图呢 再重新回到现当前的这个位置啊 那不去做他这个简器了 好 那如果说看到目前的这个位置的话来讲的话 啊 这个线呢 咱也不要了 呃 其实没有什么类比 这个西化的线不都不是百分百完全一样的走势了 那如果说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底部往下看百分之二十以内吧 看百分之二十以内 也就是说在三万九千点以上 那我自己本人 我上次已经讲到了 我自己本人的挂单呢 是在四万和四万五五两个区间两个点位 那 我觉得未来走势如果说不能够有效突破牛熊分界线并且稳定的站在上方的话 那么可以称为这个熊市 那当然了你可以嘴僵一点 你可以心里面不服 你说这个目前还是牛市 当然了就是whatever你可以怎么叫都行 但是呢 呃 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 只要在这个下方运行呢 只要在这个下方运行呢 咱们就可以把它称作是一种熊市的开始了 所以说从对比二零零二零一九年的七月份啊 七月份的一个小牛市 我们我们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 因为它的涨幅也是一样子的 回调的幅度也差不多啊 啊 当时咱看一下这个回调的幅度吧 呃 从二二零一九年啊 在这个地方 那咱们只能说它回调到什么地方呢 回调到这个位置 咱这一次二零二零年咱就忽略它了 因为这种是纯属黑天鹅现象 那从呃 最高点它回调到七千三百多点 它回调到百分五十之多 那当然现在这个比特币 它没有那么不去啊 这个不稳定了 那么我们说 如果说它回调到四万附近的话 那从这地方回调到四万 呃 我看一下啊 诶 重新再测一下啊 四万附近的话也是将近百分之五十啊 也就是百分之四十多吧 百分之四十多 百分之四十多 那所以说这两次如果说呃 作为一个类比 作为一个克州球件的话 那只有所有的东西都对上了啊 那目前我们是预期呢 是二零二四年九月份开始降息 那么我刚刚又看了另外一个网站 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这是美国的最近十年来的一次 呃这个利息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说看这个的话 那可以清晰的看到呃 九九年呃 二零零零年呃 二零零七年 二零一九年 这三次最近二十多年 三次降息呢 咱们看最近十年 那这一次降息呢 它是从百分之二点五 降到了百分之零点五 哦那我们当前的 美国的这个基准利率 是百分之五点五 那如果说从五点五 呃降到什么时候呢 那这个很难讲啊 那如果说它很快 每呃每一次降息 它降呃一百个基点 或者是一百二十五个基点的话 那么很快就会回到呃 二零零零年的那当时的一个位置啊 二零零啊 其实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它也是紧急降息了两次啊 紧急降息两次 刚才下跌GPT 它没有给我们统计出来 那二零零零年一月份 二月份的下跌 当时的股市也是下跌的 所以说这一次 它没有给统计统计进去 那我认为呢 那美国当前的利率 有可能会从五点五 降到百分之一点几啊 也就是降呃三百 三百多个基点 那差不多有大半年的一个时间 去给它 那么这大半年的这个时间呢 那给这个比特币 一个缓冲的时间的话 那我觉得怎么着 咱们都能够在四万呃 左右啊 抄到底 那大家不要 如果说你觉得 我说的有道理的话 当然这个东西呢 不可强求 就是目前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点位 或者是你可以去定投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会坚持我的一个思路 在四万到四万五之间 也就是说 还有百分之十几 将近百分之二十的一个跌幅吧 好 那以上呢 都是本人的一种 个人观点的一个阐述啊 不构合任何的投资建议 好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